悟空前往地狱拯救弗丽萨 谁想弗丽萨直接装了起来 但悟空可不惯着他 这下给弗丽萨整傻眼了 本来还想借机提点要求 他早在这里待得要崩溃了 虽然只能复活24小时 但总比没有好 刚一复活就一拳轰到悟空肚子 就在悟空准备瞬间一动时 外面大批战士前来刺杀他们 悟空还想问问他们的来历 而怪物头领瞬间被弗丽萨刺穿 他优雅表示 竟然有这么隆重的欢迎仪式 但悟空不想耽误时间催促直接走就行 在地狱呆的他身体都要生锈了 这正好活动活动 毫不留守直接变身黄金状态 自述完的弗丽萨 瞬间冲上手中光波率先秒掉几个刺客 刚才还嚣张的刺客们 见此都吓得四散逃窜 而弗丽萨可不会仁慈光波 如流星般打出杀戮盛宴展开 悟空简直看不下去了 赶忙上去阻止他 而就在此时 那个刚开始的头领缓缓浮出水面 手中破坏能力汇聚 原来他们是第九宇宙派来的刺客 为的是在力量大会前 除掉第七宇宙的选手 他们的破坏神 还特地分给刺客一些破坏能量 自细认谁沾上都无法活命 可谁知这头领刚一打出 就被弗丽萨躲开 在这里你可能以为这个头领很蠢 但万万想不到他前两发 都是幌子趁弗丽萨大意之时 控制水中真正的破坏能量 瞬间打出 这玩意只要沾上就难以摆破 任由弗丽萨使出吃奶的力气 却还是抵挡不住被完全轮着 强大的破坏之力 直击灵魂令他痛不欲生 这话简直震惊了众人 只见弗丽萨继续使出吃奶的力气 开始想控制破坏能量 那能量逐渐被他压缩 可显然没那么容易制服再次扩大 他继续用力将自身实力完全展现 终于成功控制 而就在悟空大意之时 他一把将破坏能量打到悟空身上 痛苦瞬间将悟空笼罩他不由骂弗丽萨卑鄙 弗丽萨倾笑他可从来没说自己已经从善 悟空如果使出权力本也可以挣脱 但现在他根本无法变身 悠闲的弗丽萨瞬间将刺客们全部杀绝 从他们手中得到通讯器联系到 第九宇宙的戒王神 这把两位神下的生怕弗丽萨去告状 于是赶忙撒谎摆脱责任 而弗丽萨的目的只是想加入他们的宇宙 成为他们的战士 第九宇宙的破坏神和戒王神提醒你 这是要反过来攻打你们宇宙吗 难道你就没有想要保护的东西吗 这给他们听傻了 虽说他们第九宇宙臭名远扬 但他们一般都是对外 这种超级大叛徒就连他们也不敢要 都没有 Rod 这不忘了 此为总